这个电脑要搞那么多个项目 划不划算 1 内存升级 8G升级到16G 硬盘128G升级到500EGP 还有就是屏幕更换 再有一个就是键盘更换 系统升级 这个就是小问题 盒子也是有摔到的 4个角 那你ID要知道哦 ID我可能不记得了是吧 好 后盖已经拆下来了 这屏幕也是有更换过的 这里扫个铁片到时候我们补一下 先断开电池 把上半套拆下 好 好 拆下屏幕 插电 好 屏幕已经显示正常 屏幕更换OK 屏幕我们已经更换完毕 屏幕我们已经更换完毕 现在内存是8GB 我们要升级到16GB 硬盘现在是128GB 我们要升级到500GB 轻微的进水受潮发霉 进水发霉了 发霉 发霉地方先处理一下 接口的话我们也处理一下 这个的话是TR 这两个是硬盘 背面还有一个硬盘 我们需要把这三个硬盘 同时拆掉 把这两个硬盘取下 不要这个码中 单颗粒256GB 对硬盘进行直吸 风枪吹这个硬盘 这个吸珠就会慢慢融化 慢慢已经成为吸球 轻轻吹都不会 升级内存 一次性搞啊 准备一套新的内存 把这保护贴纸贴上去 直接连接电脑 刷机 壳啊 也有磕碰 想重新换一个 那我们就直接安排 把上半道装上即可 好 插电 反正你ID你要知道哦 ID我可能不记得了是吧 对对 就是这个情况 之前修过了 修哪也不知道 就给了钱 然后他修了 哦现在屏幕也换好了 内存也换好了 硬盘也换好了 键盘壳也换好了 那那那我明天等你ID 好不好兄弟 我知道知道 明天再给你收到 再收到酒了 哦好好ok 这个屏幕的话 我们就已经更换好了 内存硬盘也升级完毕 键盘以及吸壳也更换ok 记住说ID忘记了 他得回去找一找 你们感觉他能找得回来吗 如果有问题 欢迎评论区交流 拜拜